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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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清楚喔 裡面如果是放支票我們都高興 沒有開玩笑 開玩笑的啦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這個歌名那個新手寫的卡片 我們都會很珍惜 所以也希望大家如果有一些那種 加油的話 如果你面對面不好意思說的話 寫在卡片裡面也是很OK的 我要買一張 謝謝 又去買一張 這種東西我們最喜歡的 這個自動之方再出獄購物 很好 謝謝 要再去買一張嗎 我們等你喔 沒有開玩笑的 大家亮麗而為 支持這款最重要 這個也真的是 謝謝 謝謝 好 來趕快我們問一下 還有沒有人手上這個 預購海報還沒有簽到名呢 有這個預購的海報 成年期的新專輯 還沒有簽到名的人呢 聽到了我們的呼喚 請趕快修練 然後呢我們這個 白色帳篷這邊 還有人在預購對不對 好 我們等他一下 好 白色帳篷這邊 這邊是我們這個預購專輯的地方 請大家可以趕快 把握最後的機會跟時間 好 帶著你還沒有簽過名的海報 準備到舞台上來 謝謝 今天呢 現場 預購陳妍希的音樂專輯 就可以得到一張 預購海報 海報呢可以即刻的 行李到台上跟陳妍希 面碎面的 聊聊天 為她鼓勵加油一下 那你希望呢 這個5月10號 這個專輯發情跟之後的 宣傳能夠一切 非常非常的順利 當然呢 5月10號的專輯發情之後 也要靠大家口耳散 讓這個陳妍希的新作品 在這個海洋桑上 能夠有非常好的口碑 那這個6月9號 6月9號 剛才告訴過你 告訴過每一位朋友 6月9號的下午3點鐘 我們這個 在新日區的New Studio 我們這個陳妍希的音樂會 那這些只要這個10專輯 10正版專輯就可以了 你說妍希生日要去哪裡玩 你要去賭她嗎 沒有 那弄 陳妍希 有人問說你生日要去哪裡開派對 我生日要工作啦 蛤 晚上沒有想要回家切個蛋糕嗎 晚上也回不了家 在外面 我在外面工作啦 在哪裡工作 在外面啊 工作啦 沒有啦 我覺得就到6月9號 大家一起來音樂會找我 音樂會找我 我們就在那邊一起播 慶祝好不好 不錯喔 好不好 陪我一起慶山 好 所以剛剛雖然這個充滿哀怨的發言說 生日要工作啦 也不能回家啦 不能寫蛋糕啦 可是沒有關係 6月9號大家 你學得好像喔 真的喔 你好有才華喔 你啊 我有天分 真的喔 好 所以6月9號大家一起來 陳妍希的音樂會 開派對好不好 好 好 要帶禮物來喔 好 又沒聲音 又沒聲音了 要帶禮物來 阿關帶收喔 你們來就 你們來就來講就是最大的禮物了 真的啦 就是大家一起來這邊聽你唱唱歌 然後台上台下同樂一下 感覺就滿開心的 所以你要來喔 生日趴好不好 謝謝 好來 你好 我們海報幫你稍微的整理一下 好來 還有人在預購中嗎 好 你好 來 麻煩這邊請 來 我這邊提前排隊的時間 或什麼的 但我說你應該也不知道 就是配專輯有些日常 對 我覺得這個比較近的活動時候 大家可以上這個臉書的粉絲團 可能留意一下 到時候會公佈一些規則 對 或是上我這個Facebook Facebook成員 對會公佈 如果有一些新的排隊規則 需要大家遵守的話 那就請你們留意一下好不好 因為現在可能還沒發片嘛 所以可能還太遠了 不過6月9號的音樂會 就是只要持專輯 就可以進場是絕對肯定的 對 好不好 謝謝囉 我們緊緊張 用最始終要放手 最後一張耶 真的 謝謝 打完收工 謝謝 謝謝150張 耶 會不會捨不得離開 會耶 不想走 我第一場台北的前創活 對 我看妳一直坐著不想走 對啊 不然來聊 我們就繼續聊 聊到天黑好了 我真的還有什麼話想跟大家說的 其實要問一下妍希 這個專輯的配唱過程當中 因為都是妳自己的創作居多嘛 對 有沒有哪一首歌是這個配唱過程當中 覺得是最難進入狀況 或是覺得NG的最多次的 其實因為十首歌都是我的故事 然後都很希望可以很好地把它呈現出來 Sorry其實真的錄還滿多次的 因為那時候寫下這首歌 它是一首很簡單的歌 詞意很簡單 學歷很簡單 可是更多的是想要傳遞那個情緒 很想把那個當時寫下的那一份 那一份愧疚或者是一個歉意把它唱出來 那所以我們甚至還有一度回到了 最初最初錄那個demo的studio裡面去錄像 說那樣子會不會錄出來更有當時的那個情緒 可是後來還是最後的版本還是在唱片公司錄的 所以那個也錄很多次 然後還有另一首歌就是 方向之後的那一首歌 我有唱幾句我非常喜歡的偶像的歌 然後有四句 因為它是非常經典的一個 Viva 首歌 對 然後就 所以壓力很大 覺得一定要把它唱好 唱到最晚面 不可能像他唱得那麼好 可是至少也不能丟他的臉 所以希望也是透過這個歌像偶像致敬 對 等於是像偶像致敬 所以那首歌我 就四句真的是錄了四天 那也非常 非常 非常感謝製作人 他們都很相信我 就是每次進錄音室都還可以 錄出一個更好的版本 所以都還是一次次的陪我錄 真的很謝謝他們 然後很開心的是最後那次錄的時候 真的有錄到一個我們覺得 都比之前好的版本 所以如有神志 對 就是很開心 對 就是有的堅持 並沒有浪費掉 對 不過我相信這個 透過陳妍希跟這樣大卡 跟大家簡單 妳可以暫時 我覺得其實就會發現說 這個音樂專輯也算是 你的一個Baby 音樂方面的小寶貝 就是十首歌 十首歌真的 每一首歌都像我的小孩一樣 就是常常會有人問我說 那十首歌你最喜歡哪一首歌 對 就是我 我真的很難回答 因為就很像問人家說 就是你十個小孩裡面 小大老二老三你愛誰 你比較喜歡哪個小孩 像常常會有一些 可能已經聽過歌的DJ 他們會跟我說 他們喜歡七首比較冷門的歌 我都會非常的開心 因為那種感覺像是就是 可能比較 你的小孩子有幾個 比較不受歡迎的 可是他們也有人愛 就是那種感覺 就是其實還滿感動 滿開心的 不過我相信這個陳妍希其實是 只要用心創作跟用心演唱的歌 都能夠得到大家的賞識 支持跟喜歡 所以五月十號 希望你發片 一定要繼續加油 好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六月九號 一起來幫你開派對 六月九號真的希望你們 可以跟我來一起 這個音樂分享會 然後我會唱歌給你們聽 好 是 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 就是 Have fun 一起開心的聽我唱歌 對 對 那我台上讓這個妍希 我們留一點時間 讓這個現場大家捕捉一下 你漂亮的身影好不好 感謝大家 妍希又這個自己旋轉一下 右邊中間左手邊 自己轉一試轉 二樓可以轉一下 二樓也有人 謝謝大家 今天也是這個 在這個天空作美的情況之下 順利的完成了陳妍希 台北廠個人首張創作專輯 Me myself and I的這個 預購簽唱會 五月十號專輯正式發行 再次 陳妍希感謝大家的熱情支持 謝謝妍希 謝謝 辛苦了 謝謝 那我們跟妍希說再見囉 拜拜 八片之後的六月九號的 音樂會上再見囉 謝謝妍希 辛苦了 拜拜 感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謝謝 謝謝 altri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